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菲律宾的男网友 然后他去香港旅游的时候 去了那个香港的水族馆 然后在香港的水族馆里面就看到 有一只鲨鱼就是他的肚子整个翻过来 就是白色的肚子直接朝上 就是翻肚鲨鱼这样子 然后他看到那只鲨鱼想说 哇这鲨鱼是不是死了 就想说要不要去那个通报 水族馆的工作人员 然后结果这个时候他就看到 其实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告示牌 然后那个告示牌就是 跟大家讲说 他没有死 就这鲨鱼只是在睡觉 并没有死掉 的一个状况 然后后来好像就在网路上 引起非常多人的关注吧 就大家看到那个都觉得很好笑 就是鲨鱼是睡到翻过来 那他不是死了 他就是在睡觉这样子的状况 对然后那个抖音影片就爆红 所以说很多人就 很多人就开始一直转传那个 翻肚鲨鱼的影片 然后就就很可爱这样子 我没有死掉啦 只是在睡觉这样子 那个告示牌上面 就这样写 对所以我就想说 哇那这个鲨鱼到底是什么鲨鱼 我就想要去 我就想要去搜寻一下 就是这鲨鱼就是有什么重点 那其实台湾的新闻 大部分都把它叫做 条纹猫鲨 那条纹猫鲨的话 其实如果你去搜寻这个词 应该是查不到任何东西 就是条纹猫鲨 对就是查不到任何资料 那其实我后来是 真的找来找去 就是因为我很想知道说 他到底是哪一种鲨鱼 所以我就真的找来找去 然后后来在那个新闻截图上面 有看到他其实有写上他的英文名字 然后他的英文名字的昵称 就叫做那个Pajama Shark吧 对 然后所以我就用这个去查 然后最后才找到 最后才找到 这一只关于这只鲨鱼的资料 要不然原本就是都 只能查到就是猫鲨 所有的猫鲨 就是猫鲨 但是其实猫鲨是一个非常广泛的 广泛的 种 因为猫鲨它里面有非常多鲨鱼 然后它们是猫鲨是最大的一个鲨鱼科 里面有就是17鼠 然后160种鲨鱼 所以说 如果介绍猫鲨鲨的话 可能就有点太广了 那猫鲨其实它们大部分就是都是 猫鲨鲨的鲨鱼 大部分它们其实都是这种属于这种地面鲨鱼 就是它们喜欢住在那个就是比较底气的 然后它们就是喜欢吃的东西都是在在海底的底部 然后可能有一些贝类啊或是小鱼这种这种觅食的方式 那我们找到了就是真正的 这个新闻当中真正的这个条文猫鲨 它其实英文昵称就是叫做睡衣鲨 对那它其实会叫睡衣鲨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你如果去看新闻的照片 诶新闻好像有些只有它翻读的照片 你要去看它翻回来的时候 你看它翻回来的时候的照片 你就会看到它背上其实是有很多条文 那这个条文的话就是可能被觉得很像那个睡衣吧 因为很多像很久以前的那个睡衣 不就是条文状的睡衣嘛 就是条文的睡衣还蛮常见的 所以说就被认为说 诶长得很像睡衣 就叫睡衣鲨这样子 所以其实条文猫鲨这个昵称 反而是感觉比较少被拿来用的 对那你如果中文搜寻条文猫鲨是查不到任何资料 对就是都只能查到这一则新闻 因为主要是那个香港的香港的翻译当中 就是叫它条文猫鲨 对但是感觉在繁体中文圈 或者是至少以台湾 Google台湾搜出来的东西 对就是找不太到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应该就是要搜寻它 英文名字比较容易找到 那他们其实这个条文猫鲨 或者说睡衣鲨呢 他们其实是属于就是在南非的沿海水域特有的 一种猫鲨科的鲨鱼 那你刚刚有讲到说猫鲨都是火 都是地面形的鲨鱼嘛 所以其实他们都活在比较浅海的地方 那在南非的沿海水域当中 这个睡衣鲨大概就是可能会住在 从朝间带啊到大约100公尺深度的海域 对大概住在这种深度 然后他们其实特别喜欢去 住在那个岩石啊 礁石或是那种下面长满了 海带的那种海带床的上方 他们觉得可能就好像觉得 睡在海带上面很舒服吧 其实我觉得蛮聪明的 因为要是我来选的话 我也会觉得 睡在海带上面感觉蛮舒服 就海带软软的啊 感觉可以当成 可以当成一个床垫的感觉 那反正呢 就是在这些 在南非的沿海的这些 刚刚讲的条件的地方 就可能可以找到 这个传说中的睡衣鲨 那睡衣鲨呢 他们的那个身体 粗壮的身体上面 就是有这种平行的深色的条纹 对 所以说长得像是睡衣 然后其实他们的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的头很短 对 所以他们的头感觉 比起其他的鲨鱼吧 都是觉得蛮短的 然后口鼻的部分呢 有一段有一个很 蛮粗的一个 褐须 所以说有人叫他什么 长须猫沙之类的 就是他有一对 触须 就是长在他的脸旁边 但是没有到嘴巴 对 就是一对触须 那睡衣鲨的话呢 他们其实算是这种 夜行性的动物 那大部分在白天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都是 一动也不动的躺在一个固定的地点 对 所以说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才会被觉得 很想死掉之类的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时候 都不太会动 主要的生活方式呢 就是他们是 带洞穴 或者是一些石头的缝隙 或者是像海草 海带的这种植被当中 他们都 就是都躺在那里不动 那其实这种 睡衣鲨 他们是很常 成群结队的 待在一起 就是可能你会在 一个地方看到 一整大群的 一整大群的这个 睡衣鲨 全部都 全部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 尤其在下线的时候 他们好像特别容易聚集 那他们一动也不动 这样他们一整天 要干嘛呢 这不是 难道这就是一种 鲨鱼的躺平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是因为 就是他们在躺平的 过程当中呢 是可以有办法 去捕食到他们 要吃的东西 那简单来说 这就是一种 机会 机会主义的捕食者嘛 机会主义的捕食者 通常都不太会 去主动的出击 通常他们都会 待在原地 走一个守株待兔的模式 那守株待兔模式 基本上就是在等嘛 他在原地等 那总会有一些那种 鱼类啊 或者是无脊椎动物就 诶 刚好从面前经过 这个时候就只要把嘴巴张开 吃下去 就完成了他 继续生存下去的任务 对 所以说 就是人家 机会主义不是者 就是在机会来的时候 还是会把他抓住的 并不是像真正意义上的糖品一样 就是 真的什么都不做 对 虽然他待在原地 但是当机会来的时候 他一定会紧紧的抓住 这些 这些食物 从他面前游过的时候 他一定会把他 抓起来吃 这样子 那他其实蛮常吃这些 投足类的动物 或者是 他们很喜欢吃那个 一些鱿鱼啊或是 对 他们的铲 他们的卵 吃他们这种 鱿鱼啊或是花枝这些动物的卵 那像是一些无脊椎 各种鱼类 其实他们都有吃 对 然后如果 假设就是有 受到危险的状态的话呢 其实他们就 会把全身 就缩在一起 然后用尾巴 把自己头盖住 听起来 听起来有点逊 然后 他们的那个繁殖方式 其实是卵生的 就是 雌性的睡衣莎 会产出那种 就是长方形 然后 深棕色的一种 卵壳 对 然后 一次会产出两个 然后 为什么就是水族罐 里面那么常见这种毛鲨 其实就是 因为他们是 算是一种 体型比较小 然后又无害的鲨鱼 然后又可以跟大家说 这是鲨鱼所以说 水族罐非常喜欢去养这个猫鲨 就它没有什么攻击性 对 然后又养了 就是又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这里有鲨鱼喔之类的 但其实他们在 野外的话 常常会在就是 钓鱼的时候 被一起捞起来 然后渔夫都很讨厌他们 但是 目前的话 他们还是属于 属于就是没有任何 危险就是没有需要特别保护 最不关心的分类状况 对就是数量还是很多 虽然说很多也都是被那个 被 被鱼野给伤害 但是整体的数量还是蛮多的 假设你真的有幸就是去到南非玩的话呢 在这个温带近海的水域 其实你是有机会 也许能够遇到这个睡衣沙的 对那他们就是底漆嘛 然后如果你在开普顿啊 到桌湾到 东伦敦北部的这些区域是 在西开普顿的话 其实是最容易发现的啊 是最有最丰富的睡衣沙的地方 那 他们喜欢的地方 刚刚讲说就是都 深度不会超过5公尺 所以其实 如果你去玩的话 也许搞不好 有机会可以看到哦 但是其实在之前有发现说 塞特附近最深 比如说108公尺深度的地方 其实也是有找到 在108公尺的这个海底下 也是有找到睡衣沙的踪跡 那他就是比较喜欢这种 这种礁石或是海藻床 也许你去类似的地方附近 有机会 有机会可以去看到他 那这个睡衣沙 它是属于猫沙科的猫沙鼠 那猫沙鼠的物种 其实体型都没有很大 所以说这个睡衣沙 已经算是这个 这个在猫沙鼠当中 体型算是偏大 然后整个人也看起来 比较粗壮的一种鲨鱼 那这个睡衣沙的话 它们的长度大概就最长 大概可以到1.1公尺 然后重量大概在7.9公斤左右 其实其实也不重 但是因为猫沙鼠的动物的鲨鱼 其实都不都不大 所以说就是刚刚也讲嘛 就是容易被养在水族管里面 对就是它们的体型都是偏小的 那这个睡衣沙它们的两个性别 雌性和雄性的尺寸是差不多的 对 那这个睡衣沙它们最大的特色 当然就是它们背上的这个条纹嘛 那如果你仔细的去数的话呢 就会发现它们背部上面 大概呢是有总共有5到7条 蛮粗的这个条纹 对它们的条纹是蛮粗的 就是你很远就可以看到 很远就可以看到这个平行的深色的条纹 这样子 然后它们其实是从口鼻的部分 一直延伸到尾部的 就是都有这个条纹 就是条纹是很长的 但是呢在尾巴和腹部附近的地方 条纹其实有断裂的状况 对 然后有一些的部分的睡衣沙它们的 两侧的这个主要的条纹 有可能会在眼睛后面的位置 产生一点点分叉 那它们的这个鲨鱼的底色呢 大概就是 鲨鱼的底色就是除了这个黑色的条纹以外 它们的底色大概就是 棕色或是灰色 大概这样的感觉 但是呢也有找到过 曾经有找到过一只 就是睡衣沙 它是有白化病的标本 那睡衣沙它们游泳的速度 其实是很满的 因为它们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都不太移动 就像前面讲的 它们是机会主义的烈食者 所以说 它们通常都在同一个地方 守住带徒 然后 就是有可能会同时都待在洞穴啊 或是某些裂缝啊 或是藏在那个海带里面休息 那到晚上的时候呢 它们会比较积极的去吃东西 那白天可能就是真的都 就算有东西游过来 可能也不太吃 因为它们在休息 对 然后很多这个睡衣沙 它们可能会一大群 就是全部都叠在一个洞里面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所以看起来画面还满 还满滑稽的 嗯 然后它们最喜欢吃的一种 软骨鱼类啊 是叫做宽吻漆塞沙 对 这是它们就是 就是喜欢吃的东西 对 然后 刚刚有讲过说 它们会把自己 遇到危险的时候 会把自己捲成 一圈的这个行为 对 但是 不确定说 它把自己捲成一圈 就是能够达到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效果 是 可能 别人会以为说 它不是一只鲨鱼吗 之类的 状况 但其实 呃 水衣鱼它们是有可能成为 其他比较大只鲨鱼的地物 就是其他的大鲨鱼 是有可能会 吃水衣鱼 因为它们体型也不大 然后攻击性 也没有很强 它们平常吃的 都是一些偏小的 偏小的动物 对 然后像它们可能就会 就是去 比如说去抓那个 抓那个卵啊 就是直接冲进 直接冲进人家 那个 鱿鱼 就是鲨卵的那种 卵的一个窝的地方 然后直接冲进去 把它们卵 整个大吃 大吃一顿 这样的感觉 那水衣鱼 它们吃的一些小动物 像是什么凤尾鱼啊 或者是仿鱼之类 或是一些鰻鱼 或是甲壳类的一些动物 都会吃 然后鱼的内脏 它们也会吃 虽然说它们好像 比较喜欢吃 这个 头竹类的 头竹类的动物 像是假如说 睡衣鱼抓到这个 遇到这个 章鱼啊 之类的话 它们可能就 会就是用扭转的动作 把它们的手 就是扭断 然后再去吃 对 很多人都有观察到 就是可能甚至 会有群体一起攻击 像是三只睡衣鱼 一起共同去攻击 一只 章鱼 的状况 对 然后像鱿鱼 被攻击的状况 就是它们在卵床 刚刚讲的 它们的卵床 就是趁 晚上的时候 冲去人家 在那个卵床那边 直接 打破 直接冲进去 然后 然后冲进去 把他们的卵 全部吃光 那它们身上的这个条纹 其实就是可以 让它们的身体的轮廓 看起来不太明显 就是效果类似像是 马来魔这样的感觉 就是透过这个 颜色的对比 来破坏视觉的 一个轮廓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 比如说像其他的屋贼在旁边 就会没有发现 会没有发现说 欸鲨鱼 就是有这个睡衣鱼 冲进来的状况 那睡衣鱼 因为它们是卵生嘛 所以它们全年 几乎都是 比较出于 比较繁殖活跃的 的状况 对 就都可以 都 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 可以去 繁衍后代 那睡衣鱼的话 它们就是 在 常见的 南非猫杀里面 其实它们 就是真的对人类 是完全无害的啦 因为 从刚刚叙述 就是它们喜欢吃的东西 你就知道 它们喜欢吃的东西 其实都很小 然后体型 如果在1.1公尺的话 其实也 对人类来说 就是也是比人类小 对 那在 水下的话 其实老实说啦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接近它们 假设你真的很白目 就是 你就是想要去接近 睡衣鱼的话 其实它们也 不会让你靠近 对 因为就是你跟它 基本上你跟睡衣鱼的生活 是在一个平行世界 就是它们也不会 它们吃的东西很小 然后它们白天 在你白天去玩水的时候 它们白天的时候 是在休息 所以说你也不要想说 去 想要靠近它去弄 去逗它 或怎么样 对它应该是不会 它应该是不会理你 但因为体型小 然后 而且它们其实生命力很强 然后造型 因为其实 不要讲睡衣鱼 就是其实大部分的 呃 貓沙 大部分的貓沙 其实它们的背上 都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花纹 像我们今天介绍的 这个睡衣鱼 是它 背上是有这种 像睡衣的条纹 对 或是也叫做 条纹貓沙 那其他的 貓沙其实也有各种 不一样的花纹 有些是斑点 有些是条纹 就是各式各样都有 所以说其实很多水族官 都会 喜欢去养 不同种类的貓沙 那这个睡衣鱼的话 就是其中一种 就是在这个 这次 这次的新闻事件当中 在香港水族官出现的 就是这一个 睡衣鱼 对 那 刚刚有讲过 就是说如果 鱼也可能会去 捕捉到大洋睡衣鱼 主要就是 用一些那种 托网的话 然后它们是底漆类的鲨鱼 所以说用托网在海底捞的时候呢 就会把那个睡衣鱼一起被捞进来 然后或者是呢 有一些人就是在 他们是自己 休闲型的钓鱼 那你可能就拿一个钓杆 然后去钓鱼 结果呢就是 大白鲨是不可能钓到 但是钓到睡衣鱼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嗯 然后 有一些钓鱼的钓客 就是会很生气 因为 嗯 就是他们可能 是就是用一些 比较昂贵的鱼 要去钓鱼 然后结果 钓到他们不想要的睡衣鱼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不爽 就会觉得说 这个睡衣鱼 竟然把我的 珍贵的鱼给吃掉 然后就会很生气 就是虽然说 他们其实不想要钓睡衣鱼 但是 他们抓起来之后 大部分都是被丢掉的状况 或是 把他们的肉拿来当成鱼 再放下去 因为谁叫他要吃那个 那个钓客的鱼 就 钓客就很生气啦 所以说 呃 有些就是还被切来 做成鱼 就是虽然说其实 这个睡衣鱼 他们是可以拿来吃的 但是 大部分的钓客都很生气 就把他们丢掉 对 所以说其实 鱼也对睡衣鱼的影响 是很大的 就是虽然说现在 可能数量上都没有受到威胁 但是 也许长期下来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也 很难说 就是 可能会 可能会被 就是钓客对他们的仇恨值 其实是很高的 就是常常就是 会 故意去杀他 就觉得 就觉得很 就对他们很生气 对 虽然说 虽然说又不是他们的错 就是你钓鱼吧 你就可能钓到各种东西啊 不是吗 那今天 人听说动物就 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大家就是 喜欢这个 喜欢今天的记忆 关于睡衣鱼的这个主题 那 睡衣鱼的话呢 就是我是没有查到 就是有关于他会 就是 翻过来睡觉的资料 不过 毕竟就是羊在这个水族馆里面 有可能生活过得很安逸啊 所以说 他就直接躺着睡了 毕竟 就是在水族馆里面 就是饭奶掌口 就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什么机会主义的 不是这就是 吃饭的时间都是固定的 就直接直接躺着睡 非常安全 对 所以说 不知道野外的这个睡衣鱼 是不是也有可能 会有躺着睡的状况 这部分我是不知道 不过 就也 蛮幸运 就是刚好有这个新闻呢 我们就 去了解一下这个 睡衣鱼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种生物 然后他确实是长得 也是很可爱 所以 大家如果 有机会的话呢 也可以在水族馆看到他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 这个订阅赞助的 会员 大鱼男子 James KU 毛毛 还有ZZ 就希望其他 运营去支持鲨鱼创作 朋友可以在下方找到Patreon的链接 如果喜欢这集 就是关于睡衣下的内容 或是有兴趣 知道说 新闻里面的鲨鱼 到底是怎么样的鲨鱼 欢迎就是传给其他的朋友 让他们知道 那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欢迎大家播放 Podcast 帮我刘欣星 写下评论 也对节目成长 可以帮我帮助 那如果喜欢我的话呢 可以收听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一个是 这个 蝦鱼 会用 10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些 国际新闻新资讯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 因为我 神尊部已经批判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主题性的 内容 那就希望 听说东西可以 继续在美中 跟大家相见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